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上,歡迎收看開市錦囊 我是林梓桐 而在此為大家跟進歐美股市昨晚收市的情況 在多謝藍籌股領章之下 導致高開179點之後,升幅隨積擴大 尾段更加進一步秋高 最多攀升486點,高見39769點水平 標普500指數同樣貼近全日高位收市 並且創了歷史新高 納指表現反覆,一度倒跌 導致收市升477點,收報39760點 標普500指數,收市升44點 收報5248點,納指升83點 收報16399點 在美國上市港股與托證券造價個別發展 會控制並降收市跌0.14% 騰訊升0.81% 阿里巴巴升1.77% 美團升0.79% 歐洲股市就做好 倫敦富士亞百指數,收市升1點 收報7931點 凡蘭克福德克指數,收市升92點 收報18477點 巴黎克指數,收市升20點 收報8204點 商品期貨方面 EIA公佈,美國上星期原油庫存增加316萬桶 比原先市場預期減少100萬桶為多 油價顯著售額 紐約旗油收市跌27美先 收報每桶81.35美元 倫敦富蘭力旗油收市跌16美先 收報每桶86.09美元 金價,紐約旗金 收市報每盎市2212.7美元 上升35.5美元 最新美元匯價 港元7.824 日元151.544 歐元1.082 英鎊1.262 瑞士法項0.906 加元1.359 澳元0.652 紐山元0.599 美國國負債圈10年期賺714.22 30年期賺714.37 看看港股方面 最近港席有幫非常弱勢 暫時來說 再跌大約3.6% 去到50元附近的水平 最新漲50.65 跌過9 亦是他拖低大市的主因 看看其他重磅股 700暫時靠穩 302.8 近來700是比較強勢的ATM 阿里巴巴昨天跌下來 今天彈回大約1.1% 最新漲69.5 看看美團 美團升大約1.3% 最新漲92.3.5 這次和大家先跟進到這裏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回來再見 耀財Money Inter提提你 現貨黃金買入價2,209.7美元 買出價2,209.9美元 現貨白銀買入價24.678美元 買出價24.98美元 以上資訊由耀財Money Inter提供 自己的控制式 啟動